第九百四十一章 红衣少女 第二天 当一缕阳光透过窗户 化为点点光斑投射在地面之上时 紧闭眼瞼的硝烟也缓缓地睁开了双眸 轻声喃喃道 今天看来要去城中心看看了 天涯城方圆千里之内 毕竟唯有此处有着空间城洞啊 一声轻叹 硝烟分身下床 略作洗漱 然后便出门将小衣仙三人叫齐 一行人出了酒寺 直奔城中心而去 人流不止的大街之上 硝烟四人缓步行走 由于是清晨的缘故 空气之中带着些许山林间特有的湿气 扑面而来 令得人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青石铺就而成的大街两旁 时不时的传来种种吆喝之声 灵栏满目的商品摆放在两旁的商店之中 诸多人流犹如蚂蚁一般 不断地在其中穿索 整个天涯城啊 都是连着一种寸外的忙碌与拥挤之感 据说那罗家老祖在邀请帮手修复空间重动 我们可以去看看 至于是否出手 则看情况在定吧 毕竟这天涯城内的势力太过混杂 我们不亦牵扯而进 脚步以一个特有的节奏缓缓而行 硝烟目光在街道两旁的商店之中扫过 嘴中却是淡淡地说道 文言小一仙微微点了点头 他们几人之中 唯有他踏入了斗宗级别和掌控空间之力的本事 就在硝烟与小一仙谈话之间 街道前方却突然传来阵阵的马蹄之声 旋即整条街道顿时变得混乱了起来 一条火红影子从街道尽头飞奔而来 沿途撞翻无数人 而就当这些人怒目而视间 发现那匹红马身上有着一名身着鲜艳红衣的少女 少女模样颇为动人 但眉宇间却透着一丝狂野与蛮横 一道红色皮鞭缠在小蛮腰之上 得意的娇笑声在街道上回荡不休 红马宛如火焰一般 直接从远处闪躲而过 短短几个眨眼间 便出现在了距离硝烟等人不远之处 好口不挡当 都给本小姐滚开 不然被踩死了 可没有人负责 望着前方不远处 居然身形不闪不闭的几道身影 那红衣少女带一枚顿时一簇 呵斥道 原本刚想闪避到一旁的硝烟听得这话 脸色顿时微微一冷 对于这种性格最为骄横的女子 她最不喜欢 当下刚刚提起的脚步也是直接放了下来 眼睛抬也不抬 继续还不得向前行走 哼 找死 硝烟的这般举动 自然也是被红衣少女收入眼中 当下一声冷哼 亲手握住皮鞭 转起 红衣在一道清脆的撕破空气的声音之中暴躲而出 带起一股进风 直接对着硝烟脑袋甩了过去 硝烟脸色依旧平静 手掌随意一握 皮鞭自动被抓入手中 然后随意扯 皮鞭上传来的距离令得红衣少女顿时尖叫一声 身形直接是被扯下马背 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 混蛋 王八蛋 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手 屁股接触到冰冷而脏落的地面 那红衣少女脸颊顿时变得铁青了起来 对着硝烟怒吼道 宛如一头愤怒的母老虎 替影家长辈略做教训而已 硝烟淡淡的瞥了一眼红衣少女 玄机也不再理会她 带着小衣间三人便是对着街道之外兴趣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敢教训我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被硝烟这般淡淡的说了一句 发是彻底的激怒了红衣少女 当下连声音都是变得尖锐了许多 华叔 刘叔 把这个混蛋给我杀了 少女的尖叫声音刚刚落下 两道苍老身影便是迅速破空而来 全界挡在了硝烟四人面前 出现在硝烟面前的两道身影 一灰发一白发 面容颇为苍老 官两者的气息似乎在五星斗黄和六星斗黄之间 倒也是能够算作可为不弱的强者了 这位朋友 我家小姐的确调皮一些 不过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子 阁下如此对待 是否有些不妥了 灰发老者先是看了一眼 脸色正气得战红的红衣少女 全界望向硝烟 眉头一皱 说道 以她的眼力 自然是能够察觉到 面前的黑袍青年气息与她们相差不多 甚至还要略强一些 因此开口说话也不算太过跋扈 所以她现在还活着 硝烟微微抬眼 声音依旧是那般平淡 她并非是什么善良之人 若是今天换作是一个蛮横的男子 敢如此呵斥她的话 那教训可不单单是竟直扯下马来了 此刻的街道四周 因为这里的变故围拢了不少人来 而当这些人在瞧得那红衣少女时 皆是摇了摇头 玄机对着硝烟等人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在这天涯城中 这红衣少女是出了名的小魔女 谁遇见她 只能算作是倒霉 没想到今天 这家伙居然还敢对其出手 看来应该是从外面而来的吧 对于硝烟这般看似平淡 但却蕴含着一股冷意的话语 两位老者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眼神也是略微有些阴沉 红衣少女是族中老祖最宠爱的孙女 在这天涯城可没几个人敢如此对其说话 你这个混蛋 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 你打了本小姐 我爷爷肯定不会放过你 若是识相的话 现在就给本小姐跪下磕头认错 红衣少女此刻也是从地上爬了起来 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丢了这么一个大面子 这可是自尊心异常高耀的她难以接受的 当下那张小脸都是因为愤怒而变了形 然而还不待她怒吓声完全吐出 一道鬼魅身影 便是徒人浮现其面前 一巴掌甩下 玄介在无数道目凳口袋的目光下 狠狠地打在了少女脸颊之上 啪的一声 清脆的响声在街道之上响起 这一刻所有人的心头都是狠狠地打了一个冷战 这一巴掌真的是打得太爽了 红衣少女偏着头 五根略有些紫红的纸印出现在其脸颊上 一丝血迹从嘴角溢下 眼中竟是不可置信 她不敢相信居然真的有人敢给她一个耳光 你再敢骂一句 她不杀你 我来 淡淡的冰冷声音满意着杀意 缓缓地从面前响起 宁得红衣少女身体一颤 缓缓地抬起头 却是见到一位身着素衣的角色女子 正翘脸寒煞而立 目光对时间 红衣少女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一股真真实实的森然杀意 你敢 突如其来的巴掌声也是令得那两名老者愣了愣 玄机怒喝一声 身形一动 两人便闪电般地对着小衣仙暴冲而去 两人身上刚刚有所动作 淡淡的雷鸣声便是响吃而起 玄机黑影浮现在面前 双拳直直轰楚 那股刹那间爆发而出的惊人炙热进风 令得两人脸色一变 仓促间急忙相迎 砰的一声 低沉的肉体碰撞声突兀响起 玄机众人便是惊恶地见到 那两名在天涯城名声不弱的两名老者 脚步瞪瞪地急速后退 而反观大名黑袍青年却是犹如磐石一般 闻思不动 今天之事咎由自取 若是再不识相的话 可别怪在下心狠手辣了 目光阴寒的望着两名老者 眼中沙液透着丝丝冰冷 今天这事已经是快要超出他的底线了 被硝烟先前所展现而出的实力所震慑 两名老者也是不敢有所异动 只是心中叫苦 这个小姑奶奶横行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撞在枪口上去了 这小子虽然看上去年轻 但实力却是极为不弱 先前那一手 即便是在族中 也是唯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能够施展而出 这位朋友在下是罗家之人 先前那位冲撞你们的少女 是罗家大小姐 还望看在罗家的面子上 勿要伤她 挥发老者心中一声叹息 拱了拱手 说道 罗家 文言消炎眉头微微一皱 虽然早知道此女背景恐怕不会弱 但没想到居然就是天涯成罗家之人 你 你敢打我 到了此时 那红衣少女方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摸着脸颊上那火辣辣的指痕 她颤抖着手 指着面前的小依心 眼中的怒火 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 话音落下 暴怒之中的红衣少女 直接是从那截中取出一颗玉牌 然后将之狠狠捏碎 宣记怨毒的说道 贱女人 你敢打我 我爷爷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等你落到本小姐手中 一定要将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剁下来 对于红衣少女这般怨毒的贺骂 小依仙却只是目光冰冷的看了她一眼 玄机耳边传了一道淡淡的冷漠声音 继续打 如此恶毒的心性留着也是祸害 文言 小依仙嘴角一弯 玄机在红衣少女那惊骇的目光中 再度扬起玉手 毫不客气的一巴掌 继续扇了过去 这一巴掌刚刚落下 一道灰色光芒猛然自城中心的位置 暴躲而来 宣记出现在街道的上空 目光一扫 一股磅礴气势突然间暴涌而出 扑天盖地的席卷而起 烟尘的声音在街道中徘徊不散 几位如此刑警 可还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呢 听得那从天空上传来的阴沉声音 街道上一道道目光顿时扫意而上 旋即金呼声顿时在街道上响了起来 居然是罗家老祖 哎 他居然亲自来了 看来对于那罗小姐呀 这老家伙果然很心疼啊 呵呵 看来今天哪 有些好戏看了 在众人惊华上间 那一回一百两名老者 见到来人也事已惊 旋即急忙功声道 功赢老祖 嘴中在说话时啊 两人心中却是一片苦笑 这大小姐居然会把那心血玉佩给捏碎了去 那东西可是老祖亲自为其所做 说是不到生死关头 物要动用 没想到如今为了这点小事 他居然是将这东西给拿了出来 难怪老祖会来得这么快 想必是以为这位大小姐遇见了什么生死之危了吧 天空上蓝袍老者悬空而立 其脸颊略显宽大 隐隐间有着不怒自危的感觉 显然是那种酒精高位之人 听得两人功声 他也只是随意的点了点头 旋即目光望向红衣少女的方向 在瞧得其脸颊上紫红的指印时 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眼中也闪过一抹怒火 视线转向萧妍等人 混混地道 鸡尾倒是面生得很啊 应该是天涯城之外的人吧 爷爷 他们欺负我 你 你可要替我做主 还不等萧妍等人说话 那名红衣少女见到蓝袍老者 小嘴顿时一憋 眼泪哗哗的就流了下来 今天他所受的委屈 可比以前一年还要多 像他这种真正的娇娇女 哪曾真正的被人如此对待过 而且小一仙眼中的那种 不做假的冰冷沙液 也是令得他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如今乔德后者出现 顿时犹如有了靠山一门 手指指向消炎 手指也不想要了吗 见到红衣少女这般举动 小一仙声音淡淡的说道 闻言 红衣少女脸颊顿时夺过一抹恐惧 急忙收回手指 对于下手丝毫不留情的小一仙 她终于是有一些惧怕了 在这般拖眼间 突然又是有着不少破风声突然响起 轩即时来到身影 出现在了街道两旁的屋顶之上 这些人一露面 皆是冲着那拦袍老者恭敬的行的一个礼 然后见到场中的一幕略做思量 便是知道发生了何事 当下一人便是冷喝道 本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手 胆子还真是不小 对于这些出现的罗家强者 消炎脸色也终于是缓缓地冷了下来 她本来无意招惹此地的势力 但今天看来呀 原本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对方确实要如此兴师动众 并且再三挑战其耐性 虽说这罗家老祖是一名五星斗东强者 但这对于消炎来说 却并不具备多大的威慑力 不提如今的小一仙 足可以与之抗衡 在她那节之中 还有这一句 足可以与六星斗东强者相匹敌的地妖魁 若对方今天真要得寸进尺 那也羞怪他心狠手辣了 交出这般蛮不讲理的小辈 你们这些长辈 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一仙瞥了先前那名说话中的男子一眼 冷笑一声便是前踏一步 一股丝毫不逊色于那罗家老祖的磅礴气势 犹如平地而起的山脉一般 轰然拔声 令得无数人脸色巨变 斗宗强者 街道之上一道道惊呼声响彻而起 瞬即目动口呆的望者 那一身素衣的女子 如此年轻的斗宗强者可是他们这些年首次所见 而那名红衣少女 此刻的脸色也是有些苍白 他清楚地知道 一名斗宗强者是何等的强悍 即便是以他们罗家之强 也是不敢心意招惹 相比于众人的惊骇 那名罗家老祖脸色更是变换的厉害 因为他分明地感觉到 此女的实力丝毫不被踏弱 甚至在其气息之中 渗透着一股诡异的阴寒之力 若是交手的话 即便是他 都是不会有太高的胜率 该死的 天涯城何时出现了如此强者 萧天这丫头 现在也是越来越过分 看来日后是该好好管教一下了 不然的话 招惹到一些惹不起的对手 对我罗家来说 可绝对是灭了顶之灾 脸色变换间 那罗家老祖望向红衣少女的目光 也是突然变得阴厉了许多 旋即目光一转 望向萧妍等人 语气不自觉地变换了下来 几位 今天之事的确是小天之错 我罗程再次带他向级尾道歉了 一个小小的罗家 叫出来的孙女 比我还要倒瞒 子言斜偏了罗家老祖一眼 却是冷哼道 对于那名红衣少女 她也是从一开始 便是极为的不顺眼 要知道 连她都是没有那么骂过萧妍 这么一个凶大无脑的丫头 凭什么 罗家老祖目光在子言身上转了转 眼中也是罗过一抹凝重 豆黄 一个看上去 上不到十四五岁左右的豆黄 这小丫头怎么看起来 比那位白衣女子更要恐怖 心中念头飞转 罗家老祖也终于是不敢再有丝毫的小事 在他想来 能够在如此年轻便是达到这般地步 光凭天赋定然是极难半倒 所以说在他们身后 应该是有着实力极为恐怖的势力支撑 如此一来可就更不能轻易得罪了 到时让几杯见笑了 这孙女老夫日后定会好好管教 有些尴尬的叹了一口气 罗家老祖一挥手沉声道 将小天带回去 见到罗城那有些难看的脸色 那赶来的一众罗家强者也是不敢说话 他们不是傻子 自然也是能够知道 这看似年轻的一行人 所拥有的能量极微不弱 甚至即便是老祖 都是不愿轻易地将之得罪 看来今天这丫头受的罪是白瘦了 不过也好 当做教训吧 几名罗家强者目光交汇了一下 皆是苦笑一声 然后闪躲而下 强行抓住红鱼少女 也似是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 惹了不该惹的人 那红鱼少女也是不敢反抗 任由几人将之带走 走 萧颜脸色平淡地看着这一出表演 带得那名红衣少女被抓走之后 方才淡淡地说了一声 然后对着街道之外行去 其后小一千三人也是紧不跟上 见到这一幕 那罗承目光一宁 显然这四人之中 似乎是这个黑袍青年 方才是座主之人 其余的 不论是那名白衣女子 还是那看上去有些诡异的紫发小女孩 都是听其所言 这位朋友不知能否暂留一下 心中闪过一道念头 罗承连忙夺下身形 出现在萧颜面前 含笑道 有事吗 萧颜脚步一顿 随意地问道 几位朋友来天涯城 是否是因为空间虫洞 罗承笑着道 面容上倒是颇为的客气 这倒是看得周围的一些人暗中砸舌 这天涯城能让得这位罗承老祖 如此对待的人可是屈指可数啊 在下知道 天涯城的空间虫洞出了问题 罗老先生也是因此而来吧 萧颜淡淡一笑 说道 呵呵呵 和明本人说话就是爽快 老夫也不拐弯抹脚 天涯城的空间虫洞 此次问题不小 凭我一个人之力根本难以修复 所以想请这位小姐出手一注 不知可否 罗承目公准向小一仙拱手道 文言小一仙并未回答 只是将目公转向萧颜 报仇 萧颜简单明了地吐出了两个字 被萧颜如此直接的要求 噎了一下 玄机罗承苦笑道 呵呵 若是空间虫洞能够修复的话 那即位也是能够顺利进去 若是不行的话 这风云千里之地 可是再没有第二个空间虫洞了 萧颜摇了摇头 若是没有先前的那些事 看看情况帮忙忙也就算了 不过既然有了这一遭 不让对方出点血 他今天还真不乐意了 见到萧颜这般模样 罗承司也是知道了一点 他心中所想 等下苦笑更甚 迟疑了一下 方才一咬牙 说道 这样吧 我罗家是以贩卖魔盒出名 若是这位小姐 真能帮助老夫修复空间虫洞 老夫便赠一枚七节魔盒 至于魔盒属性以及种类 只要我罗家有 便任由你们挑选 如何 七节魔盒 文言 萧颜确实心头一动 手指轻轻摸索着纳戒 魔光瞥了小依仙一眼 随意地道 那不知道 贵族是否有天独蝎龙兽的魔盒 天独蝎龙兽 罗承正了正 沉引了片刻 摇了摇头 说道 这种魔兽 乃是远古异兽 魔盒极难获取 七节的天独蝎龙兽魔盒 我萧家的确没有 虽然对此不抱太大的希望 但此刻萧颜眼中 依旧是忍不住的夺过一抹失望 而就在其失望之间 那罗承迟了片刻 又试惨地问道 七节的天独蝎龙兽魔盒 我罗家没有 不过 却是有着一枚六节的 不知道是否可行 六节 听得此话 萧颜那刚刚 让还有些失望的眼神 瞬间便是炙热了起来 先试五节的胸子 注意用齐 《详》